近來因為不能吃晚市 見到不少快餐店 都在做晚市的外賣優惠 我看到這兩個很划算 一於來吃一次 和大家比對一下 看看誰比較划算 我今天吃的這兩個 大家都不會陌生 分別就是 大快活的 99元三送 和一粥麵的100元三送 兩間店舖 同樣做手機落單 額外九折 即是大快活99元 九折 折了之後 89.1 一粥麵 100元九折 折了之後 90元 兩間都非常划算 90元左右已經吃到三個菜 好 先和大家看看大快活的選擇 這個99元三送套餐 就只是包餐 沒有包其他東西 如果你要配飯、配飲品、配湯 就要加錢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而送的選擇 寫會輪流每天有 多款不同的小菜 我吃的這一天 就是這些 還有不同的分店 都會有一點差別 好像我 最先在我家附近那間 看到有幾封菜 但是晚一點打算落後 又沒有了 但是看到另一間遠一點 又有 還有 越晚的話 選擇會越少 賣光就沒有了 我去那天 大快活 就有 菠蘿菇撈肉 京都肉排 椒鹽肉排 蝦仁狗王炒蛋 滑蛋粟米愉快 是蒜涼瓜慘牛肉 柱喉牛腩煲 紅燒獅子頭煲 這個是其中一間看到的 接著我選擇第二間分店 有一點點不同 沒有了這個牛腩煲 變了這個胡椒鹹菜豬肚雞煲 另外多了個美極蛋鬆炒滑肉 我猜可能兩間都有 只是賣光就沒有了 99元 再九折 89.1 三個菜 即是平均一個菜 30多元 便宜過不少這些兩菜三菜的淨菜 乘車途中下單 下車去到便可以了 頗方便 再說另一間 一鍾麵 100元 三菜 再九折 即是90元三菜 菜的選擇 其實很相似 分別有 鹹蛋蒸肉餅 蜜桃咕嚕肉 松草花蒸 鮮魚雞粒 滑蛋 粟米魚塊 東坡毛骨豬手 和鎮江醬油骨 我們分別選擇了 蜜桃咕嚕肉 滑蛋粟米魚塊 和鎮江醬油骨 初步看 大快活的選擇 多一點 一粥麵 相對少 另外兩間也有其他的食物 大快活有各式的鐵板 煲仔飯 小菜 黑飯之類 一粥麵 就會多了少少 粥粉麵飯 有不同的粥 腸粉 另外也有其他的飯 亦都是 下單 然後就過去拿 一去到便馬上拿 好 回來了 和大家看看兩間快餐店 不同的三送套餐 有什麼分別 先看看這個大快活 首先 就是這個 京都肉排 一盒這樣的份量 以30多元一客來說 算是多大份 肉也算多 大家看看 配料看起來也不錯 跟著這個滑蛋粟米魚塊 亦都是同樣的尺寸 我想都有10多塊魚 配上這些粟米和蛋的醬汁 這個份量也不錯 醬汁也算不錯 接著是菠蘿菇蘿肉 亦都是 跟京都骨很類似 有不同的配料 好像是紅椒、青椒 菠蘿 接著就是這個一粥麵 蜜桃菇蘿肉 這裡用蜜桃做菠蘿肉 不是菠蘿 有幾塊蜜桃 菠蘿肉 看起來就不夠均勻 明顯醬汁 應該是最後淋上去 看看 很多都看見沒有醬汁 相比起來 大快匯那個好像比較好 起碼 醬汁 真的均勻一點 應該比這個淋上去 滑蛋粟米魚塊 大大碟 亦都是 雷近的 外賣盒 這個滑蛋粟米魚塊 看起來就乾了一點 沒什麼醬汁 但是相對的魚 就大塊一點 各有各好 而這個鎮江醬油骨 這個相對就少機會吃到一點 看起來都不錯 兩塊醬油骨 一塊就大塊一點 份量都OK 兩間的外賣盒 尺寸看起來都一樣 只不過大快活的盒子 就有印到自己的標誌 一竹麵的就沒有 如果比對兩間來說 感覺上大快活就好一點 例如這個咕嚕肉 它真的有兜過 汁醬也豐富一點 而粟米魚塊也是 滑蛋粟米 份量也多一點 可以拌飯 但是相對來說 這個粟米魚塊 一竹麵 我覺得魚 就會好一點 大塊一點 紮實一點 但是汁 大快活就會好一點 另外因為第三樣 大家沒有同樣的東西 所以不能做對比 這個大快活的 京都骨 我本身其實挺喜歡的 不錯的 淡淡肉 酸酸甜甜 份量都夠 一竹麵過鎮香醬油骨 這個也都不錯 相對汁就多一點 可以拌飯 大大夠肉 對比起來 各有各的特色 整體我會覺得大快活好一點 份量來說 兩間都差不多 三個菜 一個套餐 兩個人一定夠吃 小一點 三四個人都沒問題 另外配飯 額外價錢 大家可以看下參考一下 兩間來說 其實都很划算 價錢雙差一元 記得 上網訂單 有個九字 Walk in 就沒有了 大家看看 兩個餐 每個餐三盒 加上六盒 就是這裡 下面的 就是大快活 上邊 就是一竹麵 就這樣看 大家覺得哪個好一點 另外大快活的分店相對就多一點 可能方便一點 這個不知道為什麼 黑黑的 另外也有一樣特別一點 咕嚕肉 感覺上大快活就豐富一點 色彩也好一點 另外一個魚塊 看上去兩間都差不多 但是一竹麵的 大塊一點 質感好一點 但是醬汁就少一點 但是奇怪 大快活的宋米魚塊 搭了兩塊西蘭花 一竹麵就沒有 而大快活就有跟到餐具 一竹麵就沒有了 不過既然回家吃 沒有餐具也沒有問題 環保一點 30多元一個餐 其實挺划算的 份量足的 一個餐 三四個人吃 我覺得都可以 沒有晚市堂食 又想吃回家常菜 這些餐就不錯 下次再跟大家試吃過其他東西 掰掰